厂停介化店够嘛 我都亮说停掉很可惜 卓榮泰一开始笑笑的没有回应 但河三厂一号机7月27号关定了 就算修法也没有办法立即供电 而这也让卓榮泰不得不面对 企业界对于台湾电力的疑虑 那我想河三停掉呢 我想大家心里都会有点感觉 比较可惜啦 不 非核家园是一个目标 我想这我们国人都有共识啦 大家晓得这个AI这个产业呢 这急速的成长 政府啦我们的这个电力的专家呢 大家来好好要来要来规划 所以我们要向人民保证 2030年之前我们会提供 还有余裕的供电 未来的新核能 我们抱着各种可能 卓榮泰强调有关核能议题 一切都要以安全为重 再度强调不缺电 而对此何硕董事长佟子贤也针对 台湾16年来用电成长指出 从前总统陈水扁到蔡英文卸任 一共16年间台湾用电成长百分之十六 而每年约成长百分之一 并推估在未来八年 用电将成长约百分之十二 用永和两个字讲我 这个永和这个并不恰当 和是一个工具 和不是一个信仰 那我只是惋惜说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基本上还可以运作良好的设施 就停下来 台湾发生一次核灾 可能就没办法做 你会怎么看这件事 那你要不要想象万一发生一次 这个彗星撞地球怎么办呢 这么小的疾虑的问题去回答这个 好谢谢 希望会有扶持他跑来地球 原本说不讲了 但面对核能议题 佟子贤还是忍不住 字字句句不难看出他的态度 而台湾未来要走向AI科技岛 能源危机叠加气候危机 也要核电议题再次被台湾社会讨论 三里新闻华少平杨纸玉台北报道 我们下车的消息 我们下车的硬币 ?